浙江安吉 一个人口不到60万的小县城 近年来孕育出了300多家各具特色的乡村咖啡馆 遍布绿水青山间的村咖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 位于安吉县洪庙村的这家乡村咖啡馆 是长三角地区人气颇高的网红打卡地 为游客提供了避暑的好去处 更激发了当地旅游消费的新活力 水很漂亮 这家咖啡馆所在的区域曾是一个废弃的矿坑 经过当地资源规划部门的审批和精心设计 不仅保留了乡村原始风貌 还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 旅游高峰期这里更是创造了全国咖啡店最高销售记录 一天卖出了8818杯 开业两年来 客流量已经超过了70万人次 目前安吉拥有300多家乡村咖啡馆 据统计 2023年 安吉的乡村咖啡馆 共接待游客约550万人次 实现营收超1亿元 带动村集体增收800多万元 眼下 安吉还将乡村咖啡馆 装进全域旅游导览图里 用一杯杯咖啡串联起一个个景区 让游客喝着咖啡就能打卡安吉 反比 电 4 飞